就比如树木这种生物,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都知道,那些大树都是非常坚固的,尤其是一些百年大树 无论是多么巨大的狂风,也不能够把大树给吹断 但是在这个世界,却有这么一种动物,可以说它就是百年大树的天敌 也有很多朋友称,它是世界上哑口最好的动物 因为这种动物既然能够咬断大树,一晚上的时间就能咬断百年大树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其实这种哑口最好的动物就是海狸 在海狸的嘴巴里面有非常锋利的门尺 而且这种海狸的咬机还非常的发达 一棵直径达到40厘米的大树 一只成年的海狸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可以轻松的把百年大树给咬断 海狸这种动物其实还是镊齿木当中最大的中型水陆两栖兽类 你们知道这种海狸为什么要咬大树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